我 我在想 先公正 等孩子出生再不办婚礼 每天在百货公司见到你以后 我想过无数个可能 但是我万万都没有想到 你还愿意喊我夜深吗 抱歉 今天约你来办公室 就是不希望你有误解 就写人关系上来说 你的确是我妈 而且 比很大幸运的事 毕竟你还养过我 就是不想要做 不想要做 你还记得这个吗 你还记得这个吗 那次我摔伤 你弄这手帕帮我擦伤口 你就对我说 以后不要再疲啊 不知道 你丢下那句话就离开了 后来我当秋千 把我自己摔到火车 还抓着这块手帕哭了好久 那时候 我爸也气得把这块手帕丢到垃圾桶 我还去把它捡回来洗干净 想说 这不定没多久你就会回来了 你的对不起我收到了 我的生命和恒娜的生命是你给的 没有什么配不配 不是 你的离开也应该让你失去了很多 我跟恒大爷顺顺利利的长大 我们都没有必要再就职再过去 我尊重你的决定 如果你想要 我可以安排奶奶和我爸跟你见一面 但至于恒大 先不要跟恒大说 为什么 恒大现在这么喜欢我 因为我是孙副总 而不是抛弃他的妈 我想在他 心目中 至少保留一点点美好的记忆 我真的不配让他喊我一声妈 就让他喊我一声孙爱也就好吧 乖妈妈 你就不要有压力 就照你的意思 等到你觉得时间成熟了 有勇气了 我们再跟恒大说 好吗 你真是个体贴又善良的女孩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跟恒伟能够见到面 喂 干吗传那个大头照给我 那是我公正要用的大头推照 干吗现在拍 公正现场不就可以拍了 我看了很多网友说 公正现场拍得很扬声 就没办法修图 我就来他们推荐的照照馆 先试拍一下 还不错啊 你现在有空吗 我去接你来拍 这么急啊魏先生 当然急啊 想让你赶快当魏太太呢 我今天比较忙 明天你再带我去拍好不好 好 没问题 我客户还在等我 你先挂了 好 我跟静芬要先公正 我正在挑室友的日期 你是见证人到时候一定要到 是见证人到时候一定要到 我们要公正 那婚礼呢 我们打算等小宝宝出生之后再补办 这样也好 要不然静芬现在怀孕 还要烦恼婚礼的事 太辛苦了 是有道理啊 不过 这双方家长会同意吗 我听我爸说 梁爸跟魏叔各持极箭 我还能跟他们提供正的时间 你打算先斩后奏啊 当然不是 我也不想让梁爸梁爸失望 所以 这一次就得靠你跟静芬 先办场婚礼挡着心咯 美孚 那有什么问题啊 姐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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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什么事 你流血了 这 来来来 快快快 来来 坐坐吧 坐坐 没有没有 别动 千万别动 原来一下 我打电话啊 叫救护车 我电话 我电话 我电话嘞 我电话嘞 爸 妈 我刚绕去面包店看提早打烊了 我打了好几通电话 你们怎么都没接啊 你爸会跟你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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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没了 怎么会这样 医生说 是黄体素不足 老致 所以 孩子 没有了 怎么这时候 会让他没了孩子呢 你知道吗 我 我又想过 他会 男孩子 还是 女孩子 会长什么样子 我以为 大声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 一个一个验证我的想法了 但是 但是 没机会了 永远都没有机会 知道他会长什么样子 想哭就哭吧 想哭就哭吧 你因为宝宝离开的难过也不舍 我相信他都感觉得到 他一定会知道 你有多爱他 他一定会知道 他一定会知道 他不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